第十一回 穷佐杂银元说差事 洪州县青亚斗心思 话说海青和尚同了周老爷去见王道太 当下一步马车走到长春站门口 周老爷把和尚让在帐房课堂里坐 自己先进去回王道太 王道太听了皱眉头说 好端端的 哪里又弄了个和尚来 你去同他说 我是僧道无缘的 劝他到别处去吧 周老爷道 他来并不是化缘 听说为的家务事情 王道太道 这也齐了 和尚管起人家的家务来了 周老爷道 听说他是桃子瑶的内兄 碑职去的时候 桃子瑶不在家 他太太一定要跟了碑职来见大人 亏得和尚打圆场 好容易才把那女人劝下的 所以同了他来 大人如果不要见他 叫人出去道伐就是了 王道太 王道太未及回言 不料和尚因为等的不耐烦 已经进来了 王道太想要不理他 一时又放不下脸来 要想理他 心上又不高兴 只把身子 稀微地欠了一欠 仍旧坐下了 和尚进来 却是恭恭敬敬 坐了一个衣 叫他坐 起先还不敢坐 后来见王道太先坐了 他方才携牵着坐下 王道太问 几时来的 和尚回 是昨天到的 陶子瑶陶老爷是设妹账 这回是送设妹来的 大人跟钱一向少来请安 去年僧人到过山东 现在这位护院 那时候还在东司任上 他的太太捐过有二万多银子的功德 就是西司的太太 几东道的太太 还有梁道胡大人 都是相信僧人的 一共也捐了好几万的功德 和尚的意思 原想说出几个山东里的阔人 可以打动王道太 其实王道太听了 只是不踩他 由他说 王道太一直眼睛望着别处 有时还同管家们说话 和尚一看不对头 赶紧言归正传 预备说完了好告辞 才说的半句 设妹账这个差事 王道太已经端茶送客 听见和尚还有话说 于是站住了脚 也不等和尚说 他先说 我明天就要动身往东阳去 找他不到 我也没有这么大功夫去等他 好在我们周老爷不走 把银子替他存在庄上 等他自己去付就是了 说完了这两句 已经走到门槛外头 等着送客 等到和尚才出房门 他老人家把头一点 已经进去了 和尚没去 只好仍旧坐了马车回来 见了妹子还要摆阔 说王道太同他怎么要好 一见我面 小的我要木画他盖大殿 不等我开口 一捐就是一万 还约我开最后 再到山东走一趟 他本来回败我的 我因为他明天就要 动身往东阳去 事情很忙 找他的人又多 所以我止住他 叫他不要来 他妹子听了信以为真 便问 你妹夫的事情怎么样 和尚道 他们做大官大府的人 为着这点小事情 怎么好去烦动他 他妹子发急道 原来你去了半天 我的事情一点没有办 和尚道 这些事情 王大人已经交代过周老爷了 只要问周老爷就是了 他妹子将信将疑的 只好答应着 和尚又问 妹夫到底回来没有 他妹子含着一包眼泪说 哪里有他的影子 和尚道 他这么大的人 又是个官 是断乎不会失落的 倘若找不到 只要我到上海道里一拖 立刻一封信 拖羊场上的官 交代了包打听 是没有找不到的 妹子但请放心便了 话分两头 且说王道台送霸和尚回来 管家来问 前天来的那个邹太爷又来了 王道台听了皱眉头说 我哪里有这闲工夫去会他 管家道 邹太爷晓得老爷明天一准动身 昨天一早就跑了来 坐在家人屋里 一定要家人上来替他回 一直挨到昨天半夜里两点钟 才被家人们赶走的 今天一早又来 他说老爷亲口答应他 替他在上海道跟前 递条子说差事 他所以要来听个回音 王道台道 他拖弄差事 我替他说道就是了 哪里能够包他一定得 况且说不说由我派不派由他 我又不能够压着上海道一定派他的差事 就是上海道看我面子肯派他差事 也有个迟早 哪里有手道琴拿的 你叫他不要光在我这里缠绕 应该上的衙门琴走两趟 做上司的人 看见他上衙门上的琴 自然会派他拆使的 管家道 这种人是再惹不得的 他来秉贱 当初老爷不见他也就罢了 就是见了他 也不可当面许他什么 王道台叹一口气道 你们这些人哪里知道 这些穷厚补的 挨上十几年 一个红点子没有见 家里荡光吃光 我们做上司的再不去理他 他们简直直好死 还有第二条活路嘛 所以从前张朗斋张大人 做山东巡抚的时候 我是伺候过他老人家的 他老人家的脾气 是凡遇到派差事的人 上去秉贱 你瞧他那副不理人的面孔 着实难看 有些人他不想给他差事 等到见了面 却是十二分客气 他老人家说 我已经没有差事派他 再拿冷面孔给他看 他这人还有日子过吗 所以先灌上他这米汤 他就是没有差事 也不至于十二分怨我了 这是他老人家亲口对我说的 所以我就学他这个法子 管家道 据小的看 这位邹太爷 鸦片烟引来的可不小 一天到夜 只有抽烟的功夫 哪里还有上衙门的功夫 这两天到这里来 时时刻刻要出去上小烟馆过瘾 王道台道 吃大烟哪 其实也无害于事 现在做官的人 哪一个不愁大烟 我自从二十几岁上到省厚补 先出来当左杂 一直在河宫上当差 我总是一夜顶天亮 吃烟不睡觉 月末天明的时候 穿穿衣裳 先到老总号房里挂号 回回总是我头一个 等到挂号回来再睡觉 后来历年在省城后补 都是这个法子 所以有些上司不知道 还说某人当差当的琴 我从县长过支县 同支过支府 以至现在升到道台 都沾的是吃大烟 头一个上衙门的光 等邹太爷来时 你们无意之中 把我这话传给他 带他上两趟早衙门 自然上司喜欢他 派他侍幸 我是要走的人 哪里还有这么大功夫去理他 管家无奈退了出来 邹太爷正在门房里候信呢 忙问 大人怎么吩咐啊 管家没有好气 说道大人说过 你们这些小老爷 总是不肯勤上衙门 所以轮不到差事 邹太爷道 啊我的爷 师不相瞒 我就吃亏在这大烟上 自从吃了这两口老石子 以后起死起不早了 管家道 不能起早 可能睡迟 我们大人有个法子传授你 便把王道台说的话竖了一遍 还说 包你照样做去 以后还要升道台呢 邹太爷道 人家急得要死 同你们说正经话 休要取笑 管家把脸一板道 说的何尝不是正经话 谁有功夫同你取笑 邹太爷一看苗头不对 赶紧陪着笑脸道 老哥哥教导的话 句句是金玉良言 小弟是穷婚了 所以说出来的话 自己还不觉得 已经得罪了人 真正是小弟不是 老哥千万不必戒怀 说着又深深地作了一个一 管家不踩他 邹太爷摸不着头脑 呆呆地作了半天 忽然心生一计 趁众人忙乱的时候 一溜溜了出来 赶到自己屋里 他哪里还盖得起公馆 租了人家半间楼面 一夫一妻 暂时顿身 两块松板支了一张床 旁边放着一个行灶 太太陪嫁的箱子 虽说还有一两支 无奈全是空的 太太捧着个头 少说有一个月没有书 身上飘一块荡一块 他那副打扮 比起大公馆里的三等老妈还不如 真正冤枉做了一个太太 而且老两口子都爱抽烟 难得又连年不得差时 不要说坐吃山空 支持不住 就是抽大烟 也就抽穷了人家了 闲话休提 当下周太爷回了家中 也不同太太说话 就掀开箱子乱翻 翻了半天 又翻不出个什么来 太太问他也不想 后来被太太看出苗头 小的他要荡荡 太太说 我的东西生生的都被你荡得完了 这回子还不饶我 我现在穿得在身上 吃得在肚里 你有本事拿我去荡了吧 我这日子一千也不要过了 一头鼠说 一头嚎啕痛哭起来 左邻右舍家 还当他家死了人 哭得如此伤心 大家一起跑过来看 周太爷也无心管他 只是满屋里搜寻东西 后来从床上找到一个包袱 一摸里头还有两件衣服 意思就要拎了就走 被太太看见 一把拦住道 这里头我只剩一件竹布衫 一条裙子 你再拿了去 我就出不得门了 周太爷拿离看医 夺了就走 太太毕竟是个女人 没有气力 扭她不过 索性躺在楼板上 气血垂鹰的 一直哭到半夜 二房东被他吵不过 发了两句话 要他明天让房子 太太才不敢哭了 且说周太爷拎了一包 一直走到当铺里 柜上嘲讽打开一看 只肯当四百铜钱 禁不住周太爷 传眉苦脸 求他多当两个 总算当了四百五十钱 周太爷藏好当票 用手筋包好钱 一直走到道乡村 想买一斤蜜枣 一盒子伸扎膏 好去送礼 后来一算钱不够 只买了十两蜜枣 一斤云片膏 托店里伙计 替他拿纸包大些 说是送礼好看些 扎父停当 把钱付过 还多得几十个钱 周太爷非常之喜 拿两手捧着 一直到长春站 王道台门房而来 一走走到门房里 把买的蜜枣云片膏 往桌子上一放 王道台的管家 还当是他自己 买的什么东西呢 心上一个不高兴 说 这人好不知趣 不管人家有事没事 只是来缠些什么 一面想 一面坐着不动 不去踩他 只见周太爷 把东西放在桌上 笑嘻嘻地说道 我晓得 我屡次来打扰老哥们 心上实在过意不去 难得相遇一场 彼此又说得来 明天老哥们 又要伺候太爷到东阳去 木下就要分手 这一点点东西 算不得个意思 不过 欲被老哥们 传上恶的时候 点点鸡罢了 管家晓得包里 是送的点信 才连忙站起来说 走太爷 这算得哪一回事 又要你老破费 况且你老光景又不大好 怎么好意思收你的呢 周太爷道 自家兄弟 说哪里话来 只要老哥不把兄弟当外 赏脸收下 兄弟心上就舒服了 管家听了这话 知道他一定不肯收回去的 心想 怎么好白收他的 只得重新让他坐下 彼此颁谈一回 周太爷心上 要说求他到大人跟前吹嘘的话 一时不便出口 然而明天他们就要动身 错了这个机会 只有活活饿死 然而要说又不好意思 幸亏这位大爷 也晓得他送东西 一定是为说差事 然而他不先说 我不好迎上去 被人家看清 是我指认的东西 两个人正在那里 转念头的时候 习巧走进一个人来 管家赶忙站起 头那人孤寂了一会儿 那人仍旧走了出去 周太爷正苦没有话说 幸亏认得这人 便搭讪着问道 这位不是周老爷吗 管家说 是 周太爷道 他明天一定 也是跟着大人 一块儿到东阳去的了 管家说 你没有瞧见豹吗 他是浙江巡府奏调过的 等我们动身之后 他就要到杭州的 周太爷道 他不去 谁跟着大人去 这隋缘当中 不是少个人吗 说到这里 何该周太爷要交好运 管家忽然恍然大悟道 是啊 今天早上上头还说过 周老爷不去少个办事的人 你等一等 我去替你探一探口气 再托周老爷敲敲鞭鼓 周老爷上去说的话 看来总有六七成 好拿得稳 周太爷听了 不声之喜 连忙又说了些 老哥提拔 老哥栽培 倘若咱们兄弟们 能够一块儿做同事 那是再好没有的了 管家进去找到周老爷 先把这话告诉了他 只说是自己的乡亲 托他务必周全一下子 周老爷道 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总得替你竭力地说 但是时候太急促了些 明天就要动身 他早来两天也好 管家道 来是这两天 天天往这里跑 上海到那里 也替他递过条子 周老爷道 大人已经替他递过条子 叫他等两天自然有眉目 何必一定要吃这一趟苦呢 管家道 人在人情在 我们老爷又不是上海到的 什么顶门上司 不过是阁省的一个铜银 况且人家是十区 咱们又是后补 老实说吧 这种条子递上一百张 当时面子账收了下来 准备谁还认得你 还不是骗小孩子的 周老爷一听这话不错 吃不住这位管家大爷追得凶 只得到王道台跟前 才说了几句别的话 蹊跷王道台先开口说道 你不同我去 真正叫我不便当 有些事情他们都办不下来 这叫我怎么好呢 周老爷回道 卑职蒙大人栽培 原该伺候大人到东阳 竭力地报效 无奈浙江流中城已经奏调过 又叫朋友写了信来催 不准多耽误 卑职也叫做无法 只好将来再报效大人的了 大人这趟去 手底下少人伺候 卑职到流心到一个人 王道台问 是谁呀 周老爷忙回道 就是天天来的那邹典时 这人当差事看来还在行 王道台道 这个人说来也好笑 他老人家从前在山东持平储管 我起巧出差到那里 彼此认得之后 从此就相遇起来了 后来他还找我替他弄过几回事情 大约此人去世 已有靠二十年光景了 当时他雇了下来 同乡里出来替他打把事 我还帮过他二两银子 以后就没有通过阴信 这回来在上海 不知道怎么被他打听着 天天来缠不清爽 据他自己说 他自从丁幽浮满 出来道绳 就分道在这里当差 这许多年 一个红点子没有轮到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的 王道台说的时候 管家都站在底下听 王道台说到这里 边照着管家说 不是你们说 这人的烟瘾很大吗 那个收摊密枣 云片高的管家便说 从前烟瘾是不小 现在想要当差事 这两天正在那里戒烟呢 王道台道 吃了烟要戒是说说的 真的要戒 为什么不早戒 为什么要到这时候才戒 我虽然同他老人家认识 但是同他到外洋 不比在内地里当差 弄得不好 不要被外国笑了去 管家忙插口道 邹太爷在上海这许多年 出出近近 洋场上的外国人 也见过不少了 一切事情就是没有办过 看也看熟了 王道台把脸一沉道 要我放心才好为他拆事 我知道他能办事不能办事 你们倒晓得 管家得了没趣 猎切着退了出来 王道台道 好笑不好笑 用着他们赶起劲 周老爷连忙打圆场 说他们也没有别的 不过看他可怜 随便求大人赏派个事情 叫他学习罢了 王道台道 老远的带他出门 我总有点不放心 制造局郑某人那里用的人多 昨天席面上他还说起 为这一桩什么事情 委员 私事要换掉二十多个 给他封信 等他再去碰碰 看看他的运气吧 周老爷见王道台一云写信 不便再说别的 提起王道台向来写信都是他带笔 也无用客气的 立刻走到桌子边 拔起笔来就写 写完之后 给王道台看过 没有话说 周老爷便拿出来交给管家 先是管家碰了钉子出来 便气愤愤的走到自己屋里 正在那里没好气 周太爷看见气色不对 手里捏着一把汗 心里在那里叫苦 后来停了一会子 周老爷出来 拿信交给了他 说明原委 周太爷本来是不同周老爷拉拢的 到了此时感激替灵 立刻走过来 就替周老爷请安 从前已经打听明白 周老爷是才过班的支线 他就一口一声的 赶着喊唐翁 自己称卑职 连说 卑职蒙唐翁栽培 实在感激得了不得 又同管家大爷摇耳朵 说自己不敢冒昧 意思想 今天晚上就唐翁赏光 到亚续园续续 管家替他带答 周老爷说 心领了吧 我今天实在不空 大人明天要动身 刚才桃子瑶又有信来 托我替他去了事情 叫我怎么忙得过来 只好改日再扰吧 周太爷见周老爷一定不肯去 只得搭讪着说道 既然唐翁不赏脸 灯烧停两天 被职再来奉请 周老爷道 彼此相会的日子长着嘞 何必一定要客气 当下周太爷 当下周太爷又问管家借了一件方马挂 到上头扣谢了王道台 王道台不免勉励了两句 叫他好生当差 周太爷站着答应了几声 是是是是 退了下来 次日又到东阳码头上恭送 回来自往制造局 投信不提 其说周老爷昨天傍晚的时候 接到桃子瑶的信 与他到衣品箱小酌 说有药室奉伤 周老爷因为没有空 本来是不去的 后来为这银子已化在桩上 须得当面交代一声 较为妥当 所以抽了一个空 到衣品箱来会桃子瑶 原来桃子瑶昨天同太太打饥荒 从衣品箱溜了出来 一来也是赌气 不回站里过夜 二来路上又碰着一个朋友 邋遢到一家住家人家 碰了一个夜壶 次日碰到十点钟才完 打了一个盹 等到敲到四点钟 夺回站房 太太已经闹得不像样了 和尚亦拜过王道太回来了 陶子瑶正在那里 埋怨他大舅子 不应该去拜王道太 他舅子不服气地摘掉帽子 光郎头上出火 偏偏未偏认又来找他 把事情一起推在求武科身上 说他从前有两张合同 想要叫他出两份钱 陶子瑶发急道 合同一张是假的 原是预备打官司的 大家好朋友 怎么好讹起我来呢 魏偏认道 等到出其手来 你好说是假的吗 你既然笔记落到外头 总得想个法子收回来才好 当时陶子瑶急了 所以要请周老爷商议 太太起先因他一夜不回 好容易回来 正在那里哭骂 后来见他被人家讹诈 毕竟夫妻无隔夜之仇 胳膊胀趋了往里弯 到了此时 也就不同他吵闹了 当下陶子瑶气愤愤的 就邀了魏偏认 同他大舅子和尚 一同到了一品乡 不多一会儿 周老爷接着他的信也来了 当时三个会者闲谈了几句 周老爷先把银子存在庄上的话 交代明白 陶子瑶便把周老爷 拉到外面阳台上 靠着栏杆 把底细统通告诉了他 周老爷道 本来这件事 你死翁闹得也太大了 陶子瑶道 这些话不要去讲他 只求你老哥替小弟想个法子 小弟情愿 把这里头好处 同老哥平分 何必便宜他们呢 周老爷听了心上一动 又说道 他们两个帮了子翁 出了这么一把力 一个捞不到 看上去怕没有如此容易了结呢 陶子瑶道 老哥你看怎么样 周老爷道 做到哪里算哪里 也不能预定的 当下入席点菜 和上点的是麻菇汤 炒冬菇 素食井 素面 当着人面前 一定要守佛门规矩 是断断不肯破戒的 其余的人都是荤菜 不用细数 独有周老爷 只点了一样汤 说是有事不能久做 当时在席面上 周老爷只是肚皮里打主意 一直没有提起这事 把汤吃完 起身告辞 陶子瑶又再三的叮嘱 周老爷答应他 明天替他繁出一个人来料理此事 彼此分手而别 这里陶子瑶 有自己竭力的托魏偏任 魏偏任道 不但五颗那里两份合同 是老哥的亲笔记 后来打的一份 一是两张 一张五颗拿去 一张是兄弟经手 替你压在外头 还有子翁写的 底界银子的压具 陶子瑶听了这个 越发着急道 这个统统都是假的 只有头一张合同 办二万二千银子的货是真的 魏偏任道 你别发急 我现在不问你要钱 大家都是好朋友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横竖上头发下来的钱 总不止二万二千 这种意外的钱 大家也就要靠着你子翁 沾光两个 陶子翁见话松了些 因为自己已托了周老爷 也不多说 但托他 见了五颗哥 好歹替我善为说辞 说这里头 我也没有什么大好处 总算他照应我兄弟罢了 魏偏任也只好答应着 当下吃完 各自散去 但说周老爷明 单是一个阴字 表字国府 本是山东 适用府京 这番跟了王道太出来 原说同到东阳去的 奇巧 浙江巡抚刘忠诚 有文书奏调他 他从前在刘忠诚家里 楚国馆做过西席 由此渊源 所以刘忠诚就提拔他 他得了这个机会 心想辅兴总不过是个佐杂 怕得派不着好差事 他这会儿就去同人家商量 想趁此机会捐过支县班 果然一起应允 也有二百的 也有一百的 也有五十的 居然急夜成囚 立刻到捐局里 填了步骤出来 从此以后 场面愈阔 拉拢愈大 天天在外头应酬 有几个大典洋行里的买办 他统统认得了 有天台面上无意之中 听见人家讲起 这讹诈桃子瑶的求武科 就是他新结交的 一个军装买办的外甥 这买办姓王 名二调 同周老爷续起来 还有点亲 因此格外要好 王二调的意思 无非因为他是浙江巡抚的红人 竭力同他拉扯 好预备将来兜揽他的生意 并没有别的意思 周老爷有此一个好朋友 陶子瑶的事情就好办了 且说他头天晚上 扰过陶子瑶 一品香回战 足足忙了一夜 次日把王到台送了动身 他便一直找到王二调行里 说起这件事情 托他为例 王二调立刻答应 并说 我们这个外甥 他去年到这片洋行里做生意 是我娘就做的保人 保管一说便妥 就是姓魏的也是熟人 不潇多虑 周老爷去后 王二调果然把他外甥叫了来 说 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 不要拆人家的烧 秋武科当将底细 全盘告诉了娘就 王二调道 既然如此 也不犯着便宜姓陶的 但是一见 我已经答应了周某人 等我告诉他 随便叫姓陶的拿出几个来 过个场玩事吧 秋武科不好为拗娘就的话 答应着告退回家 通知魏偏任 转听娘舅的调处 多少看起来不会落空罢了 魏偏任跺脚说道 这事情闹糟了 怎么好叫他老知道呢 当天晚上 王二调便到万年春 请了周老爷来 叫他去同陶子翁说 各式事情 兄弟都替他扛了下来 但是这里头 武科拼任两个人 也着实替他出力 横花了些冤枉钱 费心转至陶子翁 随便补偿他们点 兄弟吩咐过 多少不准争论 所以特地请老兄 来关照一声 周老爷闻一言 感激不尽 回来就通知了陶子遥 商量求为二人应送若干 陶子遥只肯每人一千 周老爷说 至少分一半给他们 大家免得后论 陶子遥舍不得 周老爷争来争去 每人送了二千 却另外送了周老爷一千 周老爷意思嫌少 问他多借一千 他又应酬了五百 周老爷拿了四千的银票 仍去找了王二调 把这件事交割清楚 陶子遥出的假笔句 统统收了回来 只等机器一到 就可出货运往山东 当下求武科 因为娘舅之命 不敢多说什么 只有未偏认 心上还不甘愿 自己没有法子想 便窜夺新嫂嫂 同他说 陶子遥现在有钱了 他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 乐得去呃他一下子 新嫂嫂便亲自到站房里去找他 他素性是巨内的 一见新嫂嫂找到站房里 恐怕太太知道 一直让新嫂嫂到底下人房间里坐 新嫂嫂先同他讲 仍照潜意压聘头的话 看看话不投机 又讲到拆聘头的话 坐的时间长久了 陶子遥怕太太见怪 便催着他走 一时又想不到别人 便说 有话你托魏老来说吧 新嫂嫂郑重下怀 后来他俩一直没见面 两头都是魏偏认 一个人跑来跑去 替他们传话 一跑跑了好多天 魏偏认说 新嫂嫂一口咬定要三千 如果不答应 明天要亲自到站房来 同你拼命 陶子遥急了 央告魏偏认 可能再少点 后来说来说去 讲到两千了事 魏偏认拿了去 其实只给了新嫂嫂五百块 陶子遥去又谢她五百块 总共意外得了二千 她的心也就死了 以后陶子遥等到机器到步 是否协同家眷前往山东交代 或者令生之节 作书的人到了此时 不能不将她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 免得悦者生厌 且说周老爷凭空得了一千五百块阳钱 也算意外之财 拿了她便一直前往浙江 到省之后 照例秉贱 刘忠成细数旧交 当天见面之后 立刻下闸子 为她帮办文案 有件洋务局的差事 周老爷次日上去谢伟下来 又秉贱私道 便拜同吟 一连忙了好多日 方才忙完 大家晓得她与忠成有救 莫不另眼相看 同时院上有一个办文案的 姓黛明大礼 是个一榜出身 后不知周 她在刘忠成手里当差 却也非止一日 一向是言听计从 院上这些老爷们 没有一个盖过她的 真正是天字第一号的红人 周老爷虽是忠诚的旧交 无奈戴大礼 总以老前辈自居 不把周老爷放在眼里 周老爷晓得自己资格尚浅 诸事让他三分 暂不同他计较 有一天出了一个什么支线缺 刘忠成的意思 想叫戴大礼去熟礼 偶同翻思说起 说 戴某人跟着兄弟 辛苦了这许多时候 这个缺就调剂了他吧 翻台诺诺称事 此不过 辅翻二线商量的话 究竟尚未奉有名闻 当时去有个站在跟前的寻补老爷 他都听在耳朵里 等到会完了课 他便赶到文案处 带大礼那里送信报喜 说 今天中场 当面同翻台说过 打约今晚 牌就可以挂出来 带大礼听了自然欢喜 一般同吟 各个过来称贺 周老爷也只好跟着大众 过来敷衍了一声 何当有事 适日中犯过后 刘忠成忽然传见周老爷 说起 文案上一向是戴某人最靠得住 无论什么公事 翻经他手无不细心 从来没有出过岔子 我为他辛苦了多年 意思想给他一个缺 等他出去捞两个 以后的事 许得你们诸位格外当心才好 周老爷听了 想了一想 说道 回大人的话 大人说的戴木 实实在在是个老公事 不要说别的 他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 写起奏折来 无论几千字 一直到底 不作性一个错字 又快又好 卑职们几个人 万万赶他不上 论起来这话不好说 为大局起见 这里头实实在在 少他不得 现在湖南广东两省 因为折子有了错字 或者抬头差了 被上头伸斥下来 现在年底下事情又多 若把戴梅放了出去 卑职们纵然处处留心 恐怕出了一点岔子 耽误大人的公事 若是戴木 酷了这多时 金凡恩出自上 调剂他一个缺 卑职们难道好说 叫他不去道任 但是为公事起见 但是为公事起见 时时少他不得 刘忠诚一听 这话不错 周某人是我从前 嬉戏老夫子 他的话却是可靠的 现在上头挑剔又多 舍货他去之后 出点岔子怎么好呢 想了一想说道 好在我给他这个缺的话 还没有向他说过 不如把这缺为了别人 叫他忙过了冬天 等别人公事熟练些 明年再出什么好缺 给他一个也使得 说完便叫通知翻台 某县缺不为戴某人了 等着明天上院当面商量 再为别人 周老爷等话说完 退了下来 这天晚上 正是文案上几个朋友 凑了公份 备了酒席 先替代大礼贺喜 周老爷也出了一份 刚才刘忠诚同他所讲的话 闷在肚里一声不响 面子上 跟着大众一同 敬酒称贺 说说笑笑 好不热闹 此时代大礼 一面孔得得意洋洋之色 喝过十几盅酒 他的酒量本来不大 已经歇杯有点醉意 便举杯在手 对大众说道 我们同在一块办事的人 想不到倒是兄弟先撇了诸位出去 大众奇说 这是忠诚佩服老哥的大财 所以特地把这个缺留给老哥 好展布老哥的经济 代大礼道 有什么经济 不过上线格外垂碍 忧心调剂我罢了 众人道 说不定只是年底甄别 还要拿老哥明宝 代大礼道 那一看罢了 但愿列位都向兄弟得了缺出去 众人道 这个恩出自上 兄弟们资格上前 哪里比得上你老前辈呢 周老爷也随着大众 将他一味地恭维 肚立却着实好笑 一煞习散 其实已有三更多天 代大礼回到自己家里 细问跟班 翻台衙门的牌出来没有 代大礼以为 虽是忠诚吩咐 未必有如此之快 因此并不在意 过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 等到十点钟 还没有挂出牌来 代大礼不免有点疑惑起来 等到饭后 仍无消息 代大礼就同跟班说 不要飘了吧 跟班不敢言语 此刻他在心上想想 自己的献卷是靠得住的 既然有了这个意思 是不会飘的 又想 不要被什么有大帽子的抢了去 然而浙江一省有的是缺 未必就看中我这一个 总而言之 那通信的寻补 他绝技不会来骗我的 一煞时 犹如热锅上蚂蚁一般 茶饭无心 坐立不定 好生难过 一直等到磅黑 跟班的又出去打听 不多一刻 只见垂头丧气而回 代大礼盲问 怎样了 跟班的又不敢瞒 只得回说 怎么昨日 寻补老爷拿人开心 不是真的 代大礼一听这话不对 还要顶住跟班的问 你不要看错了别的缺吧 跟班的道 寻补老爷来送信的时候 小子在跟前听得明明白白的 怎么会看错呢 代大礼道 伟的哪个 跟班道 伟的这个姓孔 听说是营物处上的 到了此时 代大礼一个到手的围区 活活被人家夺了去 这一气真非同小可 简直气出骨胀病来 便请了五天假 坐在公馆里生气不见客 后来刘忠常 因为一件公事 想起他来 问他犯的什么病 着实地记挂 就派了前番报喜的那个巡捕 到公馆里瞧他 那巡捕见了他 着实地将他宽慰 又说 那日中成说的明明白白 是为你老先生去的 怎得同周某人谈了半天 就变了挂 代大礼盲问 周某人说我什么 寻不到 有句说句 他倒是极力薄举老先生的 便把周老爷同刘忠常讲的一番说话 统统告诉了代大礼 毕竟代大礼胸有秋贺 听了此言 恍然大悟道 是了是了 我好好的一个缺 就葬送在他这几句话上了 又细问 他同忠诚说话是什么时候 何以那天晚上 酒席台上一声也不言语 这个人竟如此阴险 实在可恶得很 想罢 不由咬牙切齿的恨个不止 一定要报复他一番 才显得我的本事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